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說說澳洲一個法外之地 有沒有看過洪番區? 有 其實我覺得這應該比洪番區更加厲害 在我們澳洲北領地,我之前也說過 有些比較多原住民住的地區 真的法治比較亂 而且澳洲的法律,我不敢說是偏向原住民 不過有時候他們對原住民比較寬容 我相信大馬也有這種狀況 有些犯罪的東西就少了很多 但會不會是... 都可以的 是,這樣也會比較好 我們當然 也有人權組織曾經說我們對原住民不好 是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但有些事情我就覺得是過鬆的 這個北領地 當然是很近尺度的地方 應該是很多地方的尺度才對 這個地方有很多原住民 有一個小鎮叫做Wadia 有出名 因為這幾天 它的暴動升級得很厲害 其實我用大型衝突 已經是相當地溫和 我看見 民眾是怎樣呢? 民眾就是 亂地用這個 當然,因為原住民很喜歡生火 沒想到 故意地燒烤 很多屋 有屋子燒烤 也有車 也有貴重的東西 像電腦一樣 以前我有個朋友在那裡開雜貨店 他們的小孩子 很厲害 有In-tone 爬進去雜貨店 跳下去 經過雜貨店去偷東西 之後你報警 因為是CCTV 最後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放回他 但是 你叫他拿回他 他又給你 這麼有趣 有些人覺得他們太過純品 所以覺得偷東西就是偷東西 沒有什麼法治的意識 你知道對於某些原住民來說 他就覺得 當然法律是很多白人制定 他覺得這些不是他的法律 It's not my country 會不會他們覺得那些東西都是大家的 我用一下你用一下都可以 沒錯 這是真的 我最記得之前我們有個節目也說過 原住民的族長說 他們從來沒有Thank you 這個詞 因為他覺得這些東西 什麼都需要分享才對 這是不需要說 說是天生就應該這樣 OK 當然今次的Yadier 有五百多人流離失所 有些人被迫要在樹林那裡住 因為破壞得太厲害了 而且每個人都有工具 而且你知道他們的工具 比較傳統 所以如果傷到人 都是可大可小的 這個鎮 其實是來北領地首府達二汶 西南面就是420公里左右 本來就是北領地最大的原住民死區 一個小鎮 其實和澳洲其他的 所謂先進發達的地區 其實他們是不稀罕的 說句老實話 你說先進發達他們是不稀罕的 這裏是另一番景象的 當黑夜來臨的時候 大量的原住民就會成群結隊 就是這樣 手上有斧頭 有鎚 有鎚 也有弓箭 在街上走來走去 當然 有些就是BBQ 屋 還有汽車 他們更加光明正大地走進商店裡 拿走一些東西 也會去到你家裡的電腦 他們也會拿走 之後就很開心 就會BBQ 每一次完成之後 他們還會很開心地擺帽子去拍照 留念 留個紀念 到今時今日為止 其實當地已經有超過100間房屋被BBQ 有些很多 因為很小的社區 我看圖片 其實那裡的屋都不是說很多 你還BBQ整百間嗎 是的 基本上是沒有了 除了這群人住的屋 其實 很多屋都沒有了 所以他們就選擇最傳統的方式 回到森林裡住 因為擔心這群人來搞搞陣 有些屋就遺棄了 就算了 因為不知道這些人什麼時候去搶 不知道什麼時候去搶 這個社區唯一一間超市 都多次被迫關閉 老實說 你知不知道我朋友在那些社區開的 他聘請人工錢很高 因為比較危險 一般來說 我們就25元聘請過人 如果看店舖 25元澳幣 最低25元左右 他給了30多元 後來那些人都走了 因為他自己做 這個真的挺好笑 因為非常危險 自從3月以來 已經有94間房屋不住得人 41間被嚴重破壞 15間全都被移為平地 挺厲害的 他們很多其他屋可以住的 都要進行工程結構檢查 因為不檢查可能擔心有事 除此之外 當然有很多其他事件 就好像上個月 也有一位32歲的男子 被人用長矛去結 就沒有了 因為他們是傳統的 用一些工具 當然 其實很多人覺得澳洲是一個 給你印象 澳洲是否就是這個 Opera House 即是雪梨歌劇院 色梨歌劇院 還有陽光海灘 陽光海灘還有大寶招 但是這些給人感覺 想起一套港產編 重慶森林 可能重慶森林也沒有那麼危險 重慶森林很溫和 愛情片 另外還有一位23歲的男子 在中箭 不是香港中箭 真的是中箭 送醫 現在 閹閹一色 不知道會不會走了 因為還在醫院 當地一名公司的老闆 他們的名字雖然是西人性 但其實有些不是西人 他也說 自從2月以來 每晚都有暴動 居民一直生活在惶恐當中 沒有辦法入睡 就連基本服務 好像醫療學校 HK Center 老人中心 都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不斷這些暴動 就令到當地 已經有大概500人 要逃離家園 流離失所 更加 有些媽媽 更加帶著小孩子 背著他 進去灌木叢裡 就紮營睡覺 就算太危險了 這些就等待別人的救助 你看到 其實這地方是 怎麼說 我去過北嶺地 我去的旅遊區 是跟他們不同的 因為你知道旅遊區 肯定是安全很多 但是你去到真真正正 他們的區 你就要小心 為什麼這個地方是這麼嚴重 這個地方其實 不是第一次有這麼大型的暴動 對不起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知道這個地方有多少人嗎 不到五千 只有四千 OK 但是有22個家族暴落 這麼多 是啊 是的 每個暴落 自使有十個人 不同暴落間 又說著不同的意願 他們喜歡用這個 很搞笑 因為有些人不記得自己的暴落 什麼名字 你知道經過白人統治這麼久了 就用重金屬樂隊的名字 來明明自己的家族暴落 就像Judah previous boys 之類的幾個 有什麼什麼 原來這個小鎮 是故意為了原住民建立的 以便他們好好享受現代化的莊子 就是一些醫院和其他醫療 這地方的人和我兒子差不多 但是矛盾是什麼呢 原來政府不知道是否叫好心做壞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強行把22個不同家族暴落安在一起 反而增加了他們之間的矛盾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因為醫院還有一些基建 當然是有一個陣 集中在一個地方 希望他們比較容易 接觸比較容易 現代是這樣的 可惜他們還是在 你不可以用你們的想法去想他們 還有我告訴你 其實原住民有一樣東西 你要知道他們 即使身體很健碩 即使身體很健碩 你看看 你來到澳洲就知道 原住民即使身體很健碩 即使身體很健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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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過度擠涌 還有一些白人覺得他們是落後的思想觀念 但是你覺得而已 別人覺得不是 最搞笑的 知道嗎 他們有些部落 他們改過名字 那些班隊的名字 Seline Dion 哈哈哈哈 這個想不到 大哥 是一個女的 即是一班女的Gangster 那些什麼牌 就叫Seline Dion 有一個就叫麥當娜 這個挺好笑 麥當娜也有 有什麼 可能有的 Size Girl有 Size Girl有 全部都是 怎麼說 都是九十年代這樣居多 是 有些比較新的 有沒有 那就不知道 其實早前 社交媒體已經看到 在部落的長輩的鼓勵和授意下 其實很多人在老中央 就是欠領地、欠地盤、欠資源 孟哥都經常說那句 山水有相逢 拳頭有相撞 就解決他們的分歧 因為他們覺得 這樣才是最原始的方法 不過 有時候 你那些 升級的話 即是你不斷地 你可能就是 推推推一下 但是 如果 那些部落有些人受傷 其他人又不能抵得頸 可能有去 所以 衝突是不斷升級的 一些部落 開始向當地政府要求 我們要其他的土地 因為這個是我們部落的地方 我們要有自己家族的部落家園 即是自己有塊地 是他們這樣 因為我說過 其實澳洲原住民是有兩百多個國家的 他們覺得這個澳洲不是一個國家 只有他們覺得的國家才叫國家 一棵樹 可能就是代表一個國家 一座山也可能是一個國家 是這樣的 是的 所以 你要知道 他們 當然 之前白人對他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 現在有時候 有些人 就濫用了一些制度 我們看到 前Andy Spring 就是愛麗斯泉 一個世界遺產 澳洲和美國一樣 有世界最多自然遺產的地方 前愛麗斯泉的副市長 Jacynda Price 雖然你聽她的名字是西人名 但其實她是土著的樣子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 我們有個叫 The Student Generation 他們也說 即使屈服於對家族部落的要求 這些問題 即是說 如果你的族長說你不要這樣 但你也不能真正解決過 因為還有更加深層的問題 他也說 雖然她自己是一個土著 100% 有些是混血了 有些人我看不出她是土著 因為經過很多代的混血 他就說 犯罪大惡是什麼 其實他這句話 可能被族人罵他 他就說 真是法外之地 犯了罪的人 是不一定受到懲罪的 因為其實 我們這個國家 對於他們來說 都是有點忌憚 都是有點忌憚 這就導致他們 是事無忌憚地繼續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警方應該採取更加有力的行動 保護社區當中的弱勢社群 唉 但是有時候 如果你說硬的手段 之前有些手段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 在拘留的時候沒有了 這麼嚴重? 很嚴重 這些年輕人 BLM就是這樣 其實澳洲之前也有很多單 是令到當地社區 又是BBQ 這些東西 嗯 所以對他們手輕 你明白嗎? 因為之前太多擔心 所以對他們手輕 或者這些 算了 這樣 其實 澳洲當然 澳洲的人均GDP 在世界上都應該不敢說的頭十名 起碼都算是發達國家 但是很多地區 就是這些原住民地區 很多人都是吃飯成問題 這個也是正常的 根據澳洲全國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的 因為托雷斯海峽島民都是歸類於原住民 不過他簡稱原住民也是 在昆斯海峽島民是最多的 你來到這裡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想到 其實據我所知道 很多西澳的網友 還有南澳的網友 都知道 其實如果你們在市區 很多原住民都會叫你 拿幾元錢 不知道他們做甚麼 有些就叫你 如果看到你有抽煙 就叫你拿小煙 住在西澳的網友 我應該特別明白我說甚麼 住在西澳的網友 還有南澳 南澳的市區就好些 西澳就好多的 就顯示到 他們的數據顯示到 43% 生活在澳洲偏遠地區的原住民 在過去12個月 是經常缺乏糧食的 是缺乏糧食 和城市的大部分家庭 都居住在一些比較大的房子上不同 原住民的生活環境都相當擠迫 因為他和你們的人士都一樣 因為他生得比較多 小孩比較多 明白嗎 沒有避孕 沒錯 18-19年幾乎五分之一的原住民 是生活在過渡擠涌的住宅當中 不過政府一直推出各種幫助他們福利 好像我也說過有個朋友 說廣東話的 很搞笑 來自塔斯馬尼亞 因為他的祖母是原住民 他也是不用交學費的 因為有原住民 因為他有個證是原住民 但是他擺觀音 很搞笑 因為他媽媽是香港人 嚇到我鬼 我記得第一次回到 為什麼他和你坐一樣的飛機 我不知道他會說廣東話 這一下搞笑 結果他拿了電話出來說 媽媽 我到了香港 結果最搞笑的是 這條頸子還附著一個觀音 還附著一個玉觀音 我第一次想想原來原住民 都相信觀音 之後他居然跟我說過 我不是香港人 我有個香港人 這樣說 我以為你們是自然界的 拜粒石頭、樹木等 這個也有 山、石頭 應該跟你們東馬的差不多 山、石頭 還有湖 什麼神山 我也說過 好像我們的大石頭 這個 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單一石頭 應該是 世界中心呼喚愛那舊 其實有些角度是不可以拍照 因為他覺得那個角度是住了神 是住了神那裏 沒錯 當然 政府是不是有福利 是比普通人士多 如果你是原住民的話 你考公務員會比較容易 之後讀書又是更優惠 另外醫療也是 幫助他們脫貧 這件事就是你覺得好 他覺得不好 就是希望幫助他們進入現代化生活 但是 究竟是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呢 這件事你就要想 但是這樣 雖然在教育 還有殘障 露蓮護理方面 都是投入巨大的金額 但是他們的生活狀態 都沒有改善過 事實上他們有些事情就是 更心提供覺得 為何會接受文明的教育 為何呢 他覺得 為何呢 因為其實原住民 另一個名稱就是 我們叫做 traditional people traditional people 我以前的老闆是原住民 但一看他的樣子 完全不像 他說有原住民血統 一點也不像 一點也不像 不過他就說他的granny 是原住民 但是看上去比較像意大利人 因為意大利人 沒有那麼 比較dark 一點也不像 傳統Angelo 那麼白 當然我不是說膚色的 只是說他外觀看上去 外觀看上去 他也說 traditional people 都是用這個ipad 現在不是的 其實在北地 就不是的 那在用什麼 有些人是不用的 你要知道 沒有電子配件 年輕的人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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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像今次發生衝突的小鎮 Yadier 其實政府雖然是用大量的金錢和時間 設定了這個現代文明小鎮 希望他們可以在安戰 但反而令到他們的矛盾加深了 衝突也是加深 其實也有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計劃行不行 有些人會覺得 你直接 原住民的福利 應該是多一點的 就覺得 直接給他這麼多福利 政府應該 更加人性化地 制定一些適合 當地人的舉措 畢竟 是否有句話叫做 授人以餘 不如授人以餘 即是教他捉魚的魚 你給他一條魚 不如教他捉魚 希望他們生活在偏遠地方 可以早日脫貧 令他們過上澳洲城市人生活 但是別人喜不喜歡 都是這句話 我覺得最大的衝突是 就是不同的部落 因為他們 遠住民對於自己 鄉處的概念很強 領土 也正常 其實部落也是 對於自己領土的概念很強 你爭我奪 好像古代一樣 不行 但他們就是這樣想 你要知道 有些人覺得 如果你被現代教他 他又覺得 你將他的文化奪走 這是一個死結 這是一個死結 當然 現在這些事情 我覺得不如這樣 即是沒有辦法 你建一個現代化小鎮筆 不如多建幾個 真是沒有辦法 崩開崩佑的意思 只可以這樣 你這麼多部落 事實上是會的 我認識一些原住民 都已經是非常現代化 但有些時候 你不懂他們為何會這樣想 當然他們也不懂我們為何會這樣想 這件事真是很長時間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